很快 明天又是新的一個星期 禮拜一 那立法院恐怕又會掀起一波新的新風邪雨了 因為呢 財政收支劃分法以及憲法訴訟法 會分別在立法院兩個委員會來進行審議 那當中財政收支劃分法 也就簡稱的財化法 預料目前民進黨的態度 可能會採取不激烈對抗的立場 就是好好的論述民進黨的版本 不過呢 要把力氣花在打這場仗的 就是這個憲法訴訟法了 現在藍營要提出修法 當然也是為了要因應 現在政府呢 動不動就拿這個 我們要視線來這個反制在野黨的做法 所以現在在野黨喊出必須要修憲 提高這個大法官的裁決門檻 但是呢 就被民進黨痛斥 是在癱瘓憲法法庭料化杯葛 來看到憲法訴訟法有哪一些內容呢 其實呢 過去這個法案要修法 是由國民黨立委翁曉玲所提出 他想要修正哪一些內容 包含民進大法官現有總額 為憲法鎖定總額15人 必須到達15人的門檻 而且呢 沒有拖延的空間 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 自公布日起開始施行 另外還包含了有哪第三項 就是大法官判決門檻必須提高 由過去總額過半數同意提高為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要來力拼 禁負二毒 好 那現在看到有說法就認為 希望明天開會民進黨的立委 不會再霸占主席台 不會再發生肢體衝突 尤其不會有人再像黃捷一樣 大半夜的帶人去會議室 開鎖破門而入了 而民進黨這邊剛才提到的反制做法 有哪一些呢 其實現在國民黨 民進黨 民眾黨不太清楚 但是呢 至少藍綠兩黨 他們都已經放話 明天會是出動假極動員 來依應這場攻防大戰了 好 蔡逸余就說呢 絕對不會讓這些修法的法案 出委員會 還說這三項修法合起來 就是要立即癱瘓憲法法庭的意思 吳四耀也說呢 現在藍白搞垮自己國家的意志 很堅定 是用民主在搞政變嗎 所以現在包含了司法院 大家不是都調侃說 好像法院 司法院 現在這些部門 彷彿都變民進黨自家開的嗎 司法院他們也表明立場了 並不贊同 藍營所提出的修正法案的版本 原因是因為呢 如果遇到了這個修法一旦通過 代表了總統府目前所提出的七名大法官人事案 會被延宕之外 剩下的八名現有的大法官 也因為不足 國民黨聲稱至少要達到十五名法官 這樣的一個門檻標準 所以這八位大法官他們等於也無法再做出任何的判決 擔心產生現實上無法評議做成裁判 所以不能執行解釋憲法職務後果建議不予修正 好關於這個立法院明天即將要再掀起一場攻防大戰 我們接下來看這則新聞 總預算案五度卡關 行政院長卓榮泰表態 需思考是否依法申請釋憲 立法院朝野戰火再燒 二十一號三案齊發 卓榮泰甚至先放話說若為朝野和解他可下台 最後底牌也被解讀是挑釁再也提倒閣 就是因為執政黨動不動拿憲法法庭 釋憲當擋箭牌 欄委翁曉玲提案修正憲法訴訟法 明定大法官總額人數 但當天朝野協商司法法治委員會 少了傅昆琦和林思敏 綠營一旦占多數 恐怕發動杯葛 如果民進黨刻意要去阻擋 這一部法案的討論 或者是進入實質的一個審查 我想我們各種意識手段 我們都會有硬硬的一個策略 再一次用違憲的修法 要來癱瘓憲法 我說這是台灣憲政體制的超級核子炸彈 那對於政治的核子炸彈 那藍白旨意的要發射嘛 備受矚目的還包括財劃法 國民黨團版本擬在審查時提出額外統籌分配款 為三千兩百零八億元 呼籲民眾黨的版本 國民黨團這個原來的垂直分配 要求中央政府要下放五千多億給地方政府 這部分已經修正為三千兩百億 以民眾黨團的三千多億的訴求 非常的接近 根據證明人士表示 財劃法跟憲法訴訟法 尚未到不得已釋憲的程度 但總預算案雙方互不讓步 就看超越協商能否和諧解決僵局 記者林俊鋒 蔡平鑼太宇常報導 真的能和諧解決僵局嗎 很多人看起來還是蠻悲觀的 聯合新聞網的社評又是怎麼認為的呢 他說執政黨繼續揮刀砍國會改革法案 尤其有發現我們的葛魁卓榮泰 他跳過了複翼 也跳過了願寄協調和溝通 直接走向了申請示線這一條路 視線這張牌被緊緊的捏在民進黨政府的手上 端視時機打出喔 那他想問呢 究竟是誰在作亂 回線亂證的究竟是誰喔 前令委陳學勝則是說 這次退回預算案 本來就是很容易協調解決 因為就是一個事實 一個數字的問題嘛 三讀通過的法案 該怎麼列就怎麼列 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結果現在呢被民進黨搞得這樣烏煙瘴氣的 他認為喔就是民進黨過去啊 好日子過慣了 硬是要把戰場從議場擴大到場外 而該如何打破僵局考驗著立法院長韓國瑜的智慧了 而立委羅志強則是說呢 卓榮泰的視線 先是把大法官變成了民進黨警衣衛 幫綠營攻擊在野黨的利器 那第二個呢 卓榮泰一直堅持這是預算案 而在野黨堅持這是法律案 也就是我剛才提到的三讀通過的法案 該怎麼走 該怎麼編列 依法編列就是王道 但是呢 現在民進黨就是跟你扯嘛 沒有錢啊 這樣違憲啊等等的 越扯越遠了 越遠了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羅志強說 將由大法官決定解釋 但在視線程序之前 是不是就是按照法來走呢 還是應該要把預算編上去吧 你先把事情做到位嘛 那之後你要打視線大戰再來打嘛 現在預算卡在那邊 到底是誰造成的果呢 立委林燕修也說了 這個禁法補償是立院三讀通過 而且是經由總統公佈的法律 如果因為預算編列不足而短發 原住民是可以提出這個宿願的 還有這條路可以走 所以他也想試問行政院長卓榮泰 要是真的出這一招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來聽李燕修說法 禁法補償從三萬提高到六萬 是立法院三讀通過 並且經過總統公佈的法律 行政院當然就有必要 也必須依法編列預算 依法執行 完全沒有任何可以討價還價的空間 左榮泰可能沒有搞清楚 在一檔退回總預算案 真的是在幫助左榮泰 避免行政院違法執告 禁法補償為申請制 每一年從一月到三月底 接受符合資格的原住民來做申請 如果由於預算編列不足而短發 4.5萬符合資格的原住民 可以提請訴訟以及後續的行政訴訟 如果行政院質疑違法短發補償 明年原住民在總統府前 包括在行政院門口示威抗議 行政院忙著執告上法院 請問榮泰、賴清德你們準備好了嗎 榮泰不齊卻急死立華 補償金短差新台幣14億元 僅占明年度税出3.13兆新台幣的萬分之4.5 榮泰跟民進黨毫無意義的堅持 不僅全民看不下去 連民進黨的立委也看不下去 先前有消息傳出 民進黨醞釀在明年2月 對國民黨立委發動大規模的罷免行動 目的就是要搶回國會多數席次的優勢 台大正式學系教授佐政東認為 民進黨這樣的做法是完全違背了罷免制度的本意 他們不是因為某個人做不好而提罷免 而是因為看某個人不順眼就提罷免 執政黨這種當家鬧事的行為 不斷造成社會對立 國家要如何能夠安定 如果可以隨意地就啟動罷免的話 那所有經過競選而擔任公職的 他的這個職位 他的這個權利 以及他的最重要 他的職位跟權利 我們也許不關心 我們最重要的關心是說 他能不能有一個穩定的任期去做事情 還是他做事情永遠都要考慮怎麼樣去對付 跟回應這些可能的罷免的挑戰 我認為他的一個根本核心的問題是第一個 你當家不鬧事嗎 你當家的怎麼會想要鬧事 然後把整個國家從南到北到處都 一天到晚都在打仗 都在打選仗 一天到晚都在挑起仇恨值 那這個國家如何能夠穩定 這個政策如何能夠推行 如何能夠保障所謂的國家安全 大家應該去反省思考另外一個問題是 罷免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今天一個我們就講這一次 未來即將會面對的是立法委員的罷免潮 如果立法委員可以輕易罷免 那是表示什麼 就是說反正立法委員只要他不合我的意 那就可以罷免掉他 但是這是罷免原始的精神嗎 恐怕不是吧 我們要罷免一個立法委員 應該是說你違反了立法院 立法委員基於他的職責所應該做的事情 才有所謂的罷免的問題嘛 這個才是比如像有人在立法院去拿這個鎖 把這個立法院長鎖在外面 不讓他進來 這個才是根本違反了憲法 對於立法委員托付的責任 這種立委才應該是要罷免的對象 不是我今天看你的不順眼 你這個講話我不滿意 我就可以罷免你 整個藍白陣營 其實在這一次的罷免 命對罷免 其實是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說明白 讓中間選民回籠 看清楚誰到底是為這個國家好 到底誰的路線 誰的方向可以讓這個國家能夠長治久安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